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 民主党人即将失去他们在国会的微弱多数席位 该党要求前总统奥巴马在比赛后期表现出一些英勇主义 或者至少有助于限制他们的损失 请看本台记者秦鸿军的报道 奥巴马在任职两届后于2017年卸任 周五前往乔治亚州 然后前往威斯康星州 内华达州和并西法尼亚州 这些都是11月8日选举的关键战场 所有四个州都是竞争激烈的参议院竞选的所在地 共和党候选人似乎在获得动力 共和党人只需要再获得一个参议院席位 就可以控制该议院 乔治亚州和内华达州将成为主要目标 预计共和党人也将赢得足够的席位来接管美国政议院 控制两院将使他们能够阻碍拜登总统的议程 阻止他的提名人 包括联邦法官并对他的政府展开调查 由公众对通货膨胀和经济的担忧 拜登在竞选活动中几乎是隐形的 拜登将面对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他可能是2024年白宫的竞争者 然后将与奥巴马一起参加11月5日 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活动 奥巴马的首要目标是动员现有的民主党联盟 黑人选民受过大学教育的郊区人 拉丁裔和年轻选民一一投票 这在历史上一直是总统竞选中期选举的挑战 对于冲荣 Cop